老爷 老爷 你在干什么 老爷 太太 梅姨娘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给老爷太太送茶的 老爷 这丫头虽然出身不好 但是我冷眼观察了几日 倒是一个知尽退守规矩的 我也交代过了 让她好生休养 可偏闲不住 倒愿意做一些端茶送水的活 府里有下人 你只管安心养胎便好 若孩子落了地 果真是我们孙家的血脉 不论男女 必不会亏待你 多谢老爷 能入府自侯老爷太太 已经是我的造化了 再不敢奢求旁的 只是我一入府便闹得家宅不宁 我自己心里有亏 做些促使活气 就算是属我的罪过 去吧 休息去吧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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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老爷喝茶 加油 来 来 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出去吧 等等 等等 好 该是侠人的分队 就让侠人们去做 就让侠人们去做 该是侠人的分队 你虽不是主子 但你是客人 客人拦了夏日的活 会叫夏人们笑话 也坏了我孙家的体土 懂吗 是 老爷 下去吧 果然不出你所料 这个陈部员已经被发给边疆了 我快把派人追踪下落 竟得到消息说 这个陈部员在发备途中 失足落水淹死了 至今火不燕燃 死不见尸 我就知道这件事 肯定跟朝廷官员有个关系 这个陈部员并没触犯律法 竟草草盼流放 这不是奇事吗 确实墨下尚且不知道 这个陶妖究竟受谁的指使 既没有头绪 就要做出头绪来 你可听过一句话 叫做贼兴许 让一让 站一下 自作心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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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位姑娘 不进客栈怎么走啊 你太不小心了 已经被盯上了 谢谢啊 让一让 让一让 让一下 姑娘 哎呀 嗯 咯 嗯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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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姑娘 我已经暴露了 出门只怕别人盯梢了 若此时去找贾大人 那我们之间的交易 不就当真穿包了 有道理 这么着 咱们府里都要采买新鲜的果子 你设法判断上一个卖果子的人 咱们花钱买同他 让他替咱们把酒给穿出去 知道了 姑娘 我跟你们说呀 你们的果子味道很不错 咱们陶姨娘特别喜欢 这往后若是有上架子 可一定要记得 送到咱们府里来 好好好 那我先去忙了 好 那跟我走吧 你们啊 一个人盯一个 看看这些卖瓜果的里头 有没有往官员府上去的 若是有 即可回来禀报 是 快去 姑娘 撒出去的人有消息了 卖果子的里头 有一个进了贾府 贾逢源 是啊 就是那个贾逢源 这就好办了 我可以让映雪帮我留意一下 看看到底有什么阴谋